只因她一直梦想着成为魔法少女 她便被一只不太正经的吉祥物找上了门 根本不给她拒绝的计划 吉祥物掏出一颗星星就扔到了她的身上 只见一阵暧昧的光芒闪过 女孩在懵逼中就获得了她梦寐以求的变身能力 然而还不等她多开心两秒半 她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制服好像有一点问题 听到小黑的解释 感觉自己上了大档的女主当即准备开溜 殊不知这一切全都在小黑的预料之中 原来在这座城市中一直都有着魔法少女的存在 她们每天都身穿可爱的制服 为了人类的安危英勇地与魔物进行作战 而女主作为一名平凡的女高中生 自然也一直憧憬着成为正义的魔法少女 但无奈事与愿违 女主不仅从小成绩平平 每堂课对她来说都是美术课不说 甚至就连运动细胞也是一点没有 不过这一切对女主来说根本不重要 她每天不是在收集魔法少女的资讯 就是将零用钱全花在了魔法少女的周边上 虽然女主的人生经历简直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但小黑却觉得她简直是一名天生的邪恶女刚 于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她告诉女主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邪恶组织 那么魔法少女自然也失去了她存在的意义 况且自古以来对手有时会成为比友谊更加牢固的关系 听到这句话 女主显然有些心动了 见此情形小黑抓住机会就给女主换上了新皮肤 然后她再掏出手机拍下对方变身的画面 这下如果女主再反抗 她就将这个视频传到网上 直到这一刻 女主才明白了什么叫做邪恶组织 突然出现的魔法少女直接给女主整懵逼了 并且无论她如何解释自己是被迫的 对方都认为这是邪恶组织的苦肉计 然而就当他们准备先下手为强的时候 小黑突然递给了女主一根鞭子 而这就是女主的专属武器支配之鞭 她的用法也很简单 只要女主抽一下旁边的花朵就行 此时与一脸懵逼的女主相比 小黑完全是一副欣赏的表情 要知道女主的鞭子可以造出她专用的魔物 在这些魔物面前 魔法少女简直不堪一击 看着眼前那惨烈的场景 本以为自己会心痛的女主 却莫名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不等她细细体会 小黑告诉她 接下来该她亲自动手了 对此女主当然果断拒绝 直到小黑又掏出了她的手机 此时女主已经暂时丧失了思考能力 她只能靠着本能对自己的偶像们进行无情的抽打 然而女主没有注意到的是 听着魔法少女凄惨的叫声 她的脸上赫然露出了无比灿烂的笑容 等到了第二天 女主突然从噩梦中惊醒 就在她以为之前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式 旁边突然出声的小黑直接把她拉回了现实 说起来昨天还真是可惜 没想到最后还是让魔法少女绝地反击了 但这对女主来说已经是一场了不起的手战了 面对小黑的夸赞 总算回过神来的女主此时只想抱头痛苦 然而生活总归要继续 就到女主思考着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时 魔法少女中的粉毛突然向她打起了招 两人作为同学虽然之前没有说过话 但粉毛一直都能看到女主提前来学校表花浇水 这不禁让她非常佩服 听到这句话女主突然联想到了昨天的魔物 这不禁让她下意识地跪在地上道歉 等到了上课时间 魔法少女们再次感受到了魔物的气息 于是他们果断一起举手准备尿盾 随后他们来到天台 直接变身成为了魔法少女 与此同时女主也收到了小黑的消息 对方让她变身后赶紧前往废弃工厂 依然是天台上那个熟悉的角落 女主也将自己的制服照化了出来 另一边 废弃工厂的魔物很快就被魔法少女们轻松打败 而此时隐藏在暗处的小黑也让女主准备动手 却不想此时女主已经下定主意不再做这种事了 于是为了鼓励她 小黑直接掏出了昨天女主战斗时的视频 根本不给魔法少女们反抗的机会 他们的夜下就遭受了猛烈的攻击 然而这显然还不够 在小黑如同恶魔般的低语中 女主再次亲手教训了她的偶像们 不过此时女主的力量显然还不太够 魔法少女中的绿毛竟然挣脱了人偶的束缚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 小黑果断带着女主离开了这里 等回到家再次做了错事的女主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过当她看着自己洁白的掌心 她却突然陷入了沉思 女主本是班上最没有存在感的女生 却不料意外被小黑子选中成为邪恶组织女干部 自从打败过一次魔法少女就让她欲罢不能 还想要再次体验一次 却不知魔法少女和自己就是同班同学 魔法少女小叶上前关心她是不是有烦恼 女主很开心竟然会被小叶搭话 她觉得不该对憧憬的魔法少女产生非分之想 于是来到神社求神帮忙 希望以后不会再对魔法少女做过分的事 还要从吉祥物小黑子手中解脱 却不料回去的路上女主发现 一旁躺着一本司马杂志 女主拼命挣扎不能看 却不料风助攻吹开了杂志 其中的内容瞬间就吸引了她的目光 随后她才注意到 一旁还放了一地的个气杂志 女主终究还是没忍住好奇心 看着其中的司马行为 女主这才意识到 她之前对魔法少女做的和书上的内容如出一辙 暗中的小黑子窃喜 女主虽然很抗拒 却依旧兴趣满满 不枉费她准备了这么多好康的 看到书中的视觉剥夺招数 让女主再也按捺不住想要尝试的欲望 却不料魔法少女就是这间神社的巫女 女主刚一变身就被小叶察觉到 女主人都懵了 明明自己没喊变身 咒语为何还会变身 殊不知是她自身的欲望太过强烈 导致魔力都满意而出 此时小叶以魔法少女必然的姿态现身 正邪势不两立 她今天就要再次消灭女主 然而女主不愿战斗 只能且战且退 随后女主来到摆放白狐面具的架子旁 再抽打白狐面具 紧接着白狐面具化为一个光团飞向魔法少女 一转眼她的视线就被遮挡得炎炎失事 女主本打算趁机逃走 但内心的欲望却促使她停住了脚步 只因面具不仅遮住了魔法少女的视线 就连她的感知能力也一并屏蔽 此时她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分不清方向 随后女主反击打飞她的武器 小叶自知不敌想要逃走 可女主怎么可能会让她轻易脱身 于是接下来就是惩戒时间 女主露出极其变态的表情 此刻只恨不得伸出八只手将魔法少女摸了个遍 不久之后她感受到其他魔法少女的气息 于是只能中断今天的游戏 等同伴感到时却发现 小叶已经被玩坏了 她不知道女主说的开心事情到底是什么 作为魔法少女的敌人 小黑子建议女主也想一个帅气中二的名字 她觉得怪人抖了死你就很好 女主抗拒让她自己想 她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和魔法少女为敌 小黑子却说出了自己的悲惨往事 她来自一个专属于昆昆的吉祥物世界 那里的吉祥物都是艾昆 因此不喜欢露出鸡脚的小黑子一组 还利用魔法少女不断消灭他们一组 或许他们都是被艾昆吉祥物欺骗了 所以才认为小黑子是邪恶生物 却不知他们是黑道深处自然粉 为了守护族人 这只小黑子才来到地球寻找能对付魔法少女的人 如果能拯救同胞 就算被称为邪恶她也不在意 女主感动不以信以为真 殊不知 此时魔法少女也在反思 变身之后的阻碍认知有利有弊 虽然保护了她们不会暴露真身 但也因此根本不知道敌人到底是谁 近期还一直被女主欺负蹂躏 就连小夜之前也被做了过分的事 不料小夜失口否认 反而有点斯德哥尔摩的意思 好奇女主之前离开时说的一起做开心的事是什么 却不料同伴自那次之后就注意到她的一样 于是三人刚一分开 勋子就独自开始行动 很快小黑子就感受到了魔法少女的气息 女主顺着气息来到一处深山废弃别墅 但附近并没有魔物的气息 她不解魔法少女硫磺为何一个人在这里 由于硫磺是防御型敌人 女主希望靠对话解决问题 小黑子不同意只有战斗才能解决 于是她取出蜡烛让女主制造蜡烛魔物 并一把将硫磺抓住 女主是真牛逼 控制魔物撕烂硫磺的战斗制服 女主用低蜡威逼硫磺认输 见硫磺还打算继续硬抗 女主再次制造居树花魔物双管齐下 然而下一刻硫磺不再隐藏实力 只见她双手出现一对巨大的拳头 这才是她的真实姿态 女主在她的攻击下完全不是对手 只是一击就被抱一不说 随后硫磺的拒拳又再次命中 然而眼前的人只是蜡像分身 紧接着硫磺便被蜡像分身包围 女主本体却早已逃之夭夭 离开前她第一次对外公开自己的名号为邪恶 此时小黑子担心女主受伤 却不知此次战斗法让女主更加兴奋 当病交遇上变态会发生什么 女主被魔法少女小黄打败之后 丝毫没有不甘心 反而是露出了变态的笑容 却不料被神秘女孩目睹了一切 这天小黑子趁着妈妈不在家 带着女主来到了邪恶组织阿米诺斯总部夜宫 却不料女主敷衍了两秒半就想要告辞回家 但小黑子可没这个打算 此时另一位邪恶组织成员齐武热情现身问候 殊不知一转眼女主手上便多了一枚首尾 见识到女主逃跑的速度 果然和小黄说的一样了 她表示见过女主跟小黄的战斗 但不理解女主明明说得一塌糊涂 事后却还能笑成那样 如果是她绝对会不甘心 反而是想办法立刻报仇 说吧齐武突然完成变身 人称猎豹的她要重新打造女主 话音刚落 齐武身后便出现秘密麻麻的巨型烧火棍无情秃秃秃 女主连忙制造一扇钢门抵御 可不到两秒半就被打得粉碎 女主本人也倒飞了两圈半 她不知道女主为何想跟魔法少女战狗 反正她觉得对方很烦人 明明她才是世界第一可爱 所有人却只围着魔法少女团团转 她想要让魔法少女从此消失 女主再次露出招牌笑容 顺手将一旁的灯泡变成触手怪 齐武一时大意被触手抓进灯泡关了起来 此刻女主再次恢复本性 无论是魔法少女还是齐武 她都不想跟她们战斗 毕竟大家都这么可爱 可爱到想把她们都搞得乱七八糟 她输给小黄之所以会笑 是因为当时的喜悦之情整个涌现 她就想亲手将她们可爱的脸弄出糟糕的模样 她的变态连齐武都给予了肯定 女主化身奠基教授对齐武来了一场电疗矫正 最终齐武被电的目光呆滞 现在的她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生了 这话一出瞬间便让齐武也换上了斯德哥尔摩 暗中的小黑子对此很满意 和她预料的一样 女主心中的枷锁又解开了一杯 次日女主反省昨天太过分了 但又口闲体症觉得非常愉悦 突然齐武也窜了出来直接将她扑倒 因为女主说过之后再见 所以她特意转学跟她同一间学校 齐武每次跟女主见面都是用扑的 今天是她第一次跟女主单独出来约会 女主也是她的第一个同伴 就当是联谊一起加深关系 无论身心 两人一起来到餐厅 但女主却内向放不开 她不习惯来到这种地方 也没有在外人面前吃过东西很害羞 齐武这才明白为什么她每天总是一个人吃饭 作为魔法少女发烧友 女主今天买了碧兰的最新人偶 齐武吃醋不想听到那个只有欧派的家伙 她发现女主平时和变身之后完全就像是两个人 明明之前战斗的时候超级疯狂 女主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每次变身就仿佛失去了控制 虽然知道那样做不太好 她坦白自己是被迫加入的邪恶组织 和她不同 齐武却是主动加入 之前她花了两个半小时拍照修图美颜上传 本以为能在网上被人狂赞 却不料如今互联网上所有人只会讨论魔法少女 路过的小黑子突然感受到适合邪恶组织的资质 可当她来到齐武家中却发现 对方正准备靠擦边吸引网友注意 在经过简单的沟通之后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她就变成了邪恶组织女干部 话虽如此 齐武却对征服世界毫无兴趣 毕竟她只是希望被全世界说可爱 但那都是之前的事了 如今只要被女主说可爱 她就心满意足 齐武突然取出两个变身器表示一起变身 女主都懵了 为什么自己也会跟着变 为了纪念第一次约会 齐武想要穿制服拍照 却也因此吓跑了附近的普通人 魔法少女都是狗鼻子 两人刚完成变身 他们就闻着未来了 齐武不爽他们什么坏事都没做 小黄却故意挑衅不想战斗就快滚 他要一边欣赏他们逃跑的样子 一边喝杯下午茶 齐武没忍住既然如此那就打呗 很快碧兰就意识到自己又要单独面对女主 之前和女主一起玩的记忆还粒粒在目 她不知道今天女主又想怎么玩 碧兰越想越上头 导致根本无法专心战斗 虽然又被视觉剥夺 但碧兰却有点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女主本来是不想管她的 却意外发现被绑起来的碧兰法更加突出 口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女主不断抽打碧兰的突出双目放光 却不知此刻齐武以一敌二很是狼狈 随后她注意到自己刚买的碧兰人偶 正当小红使用最终攻击之时 碧兰突然现身拦在了前面 随后变身解除他们才知道又被骗了 此时女主和齐武早就逃之夭夭 齐武生气又输了 但多亏了女主她才能全身而退 只是可惜了女主刚买的人偶 女主并不在意 因为齐武没事才最重要 齐武直接碍了碍了想要索稳 更离谱的是她还想拉着女主去万福奈特旅馆休息 自从解锁了一些奇怪的知识后 她脑子里成天都在想着如何折磨魔法少女 同时也因此耽误了学业 妈妈警告她若是不好还不合格 就将她房间里所有魔法少女的周边统统扔掉 文言女主如遭雷击只能每天早点回家恶补功课 没想到在回家路上却看到魔法少女中的小瑶 在公园里向自己下了战书 健壮丽塔立刻想让女主变身去跟小瑶战斗 女主表示最近因为与魔法少女的战斗 导致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 因此要赶紧回家补习功课 然而丽塔却知道补课是女主的谎言 毕竟每次坐在书桌前的女主 都只是在看大人才能看的学习资料 若是把这些资料交给妈妈的话 后果可想而知 又一次被威胁的女主 也只能听从丽塔的指令变身成为女弹 不过这次女主并不打算慢慢玩 而是决定速战速决 她将剪刀魔物化后 直接就将小瑶的衣服剪成了碎片 场面过于壮观 就连周围的小朋友们都看待了 变成这样的小瑶自然也就无法再跟女主战斗 第二天回到家后的女主本想好好复习功课 可脑海中却全是小瑶昨天充满破碎感的样子 于是手不自觉伸向了抽屉中的学习资料 这时丽塔又出现通知她公园又出现了魔法上路 反正在家待着最终也就是沉迷学习资料吧 还不如好好去公园战斗奋出胜负 很快女主又在公园与小瑶开始了昨天未完成的战斗 又是熟悉的剪刀 又是熟悉的破碎感 小瑶的衣服再次化成碎片 然而小瑶这次却没有了之前的羞涩 只因她在关键部位上都贴上了贴纸 女主瞬间比血喷涌无法抵抗 小瑶自信地表示这样女主就拿她没办法 可在注意到附近围观的群众后 熟悉的羞耻感再次涌了上来 看着即使害羞也在努力战斗的小瑶 女主也是幸福地露出了痴汗笑容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这次的战斗也总算奋出了圣服 等小瑶醒来已经来到了半夜 小叶和勋子赶来是女主已经不见了踪影 不过令两人好奇的是女主究竟对小瑶做了什么 最终女主什么功课都没有复习就来到了不考当天 好在七五是个学霸 在为女主临时补课之后 女主总算是勉强通过了考试 与此同时魔法少女们却在电视台参加商务活动 熏子对这种事情毫无兴趣 但经纪人瓦兹说这也是魔法少女重要的工作 通过商务活动获得媒体支持 对于打倒邪恶组织也有很大帮助 而这个地点也设有完整结界报复 所以无需担心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 可话因为若一个工作人员就带着损坏了的结界装置走进来 原来是有个员工不小心开车撞到了这个结界装置 同时也就代表着现在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结界的保护 果然很快女主和七五就来到了这里 战斗很快开始 七五先是射出几发手雷 再由女主将他们魔物化 手雷就会变成会飞甚至还能改变方向的追踪手雷 不过熏子的防御力也不是盖的 很轻松就挡下了这几颗手雷 但毕竟这个爆炸有两人份的魔力 若是打持久战的话 熏子的防护罩也坚持不了多久 除非熏子解锁另一个战斗姿态 瓦兹却说那个形象很容易影响拉赞住什么的 况且那个形态太消耗魔力和体力了 对于现在的情况也不适用 随着下一波手雷的爆炸声 熏子的防护罩也硬生碎裂 可就是这爆炸产生的大量烟雾 让熏子有了能够变身的机会 直接一拳头就将两人砸进了地面 但令熏子没想到的是 受伤的女主反而还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看起来是跟自己一样在享受这场战斗 但女主却表示与其说她是在享受 不如说是在期待 邪恶组织又添一位新反派 虽然外表看上去只是个九岁的柔络少女 但其实人家可是全剧最强战力 仅凭一己之力便精神控制住三位魔法少女 让他们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 被精神控制住的小瑶要找小叶亲亲 小叶急忙向一旁的小薰寻求帮助 而小薰此时却是一身婴儿打烂 表示自己恶务 想要找小叶妈妈吃饭饭 随后她便像婴儿一般爬向小叶 小叶直接当场光溃 新来的罗利明叫可利斯 而她加入邪恶组织的起因竟是一场意外 那天吉祥物正在角落里跟同伴打电话 小可此时也恰巧出现在这里 两人起初先是互相看着对方默不作声 随后小可便抓着吉祥物的尾巴将其抱进怀里 而吉祥物也不多废话 开口便询问小可是否有兴趣加入邪恶组织 就这样 小可成为了组织的新成员 随后吉祥物带着小可来到基地 同时也叫来了女主与小七五让三人互相认识一下 女主看着小可在一直抱着吉祥物 便猜测对方是喜欢维奈才跟来的 小七五却觉得对方是在装可爱 便故意上前找她 女主向小可做起了自我介绍 但对方却仍旧一言不发 之后吉祥物便让小可变身 给女主她们展示一下自己的名利 而小可变身后的服装与女主她们的风格完全不同 一身洛丽塔显得非常可爱 女主看后也是十分轻动 直接冲上前去赞美小可 小七五见到女主夸对方可爱 直接醋意大发 之后小可变向众人展现了自己的名利 她先是用一只奇怪的玩偶勾引魔法少女的注意 之后她便让玩偶故意逃跑 单纯的小瑶便追了上去 因为害怕小瑶独自落单 小叶与小薰也随之跟上 王偶带着三人跑进了一间奇怪的木屋 而一进房间 众人就发现了不对 还不带他们逃走 刚才跑开的王偶突然变得十分巨大 像三人的所在攻了过去 三人随后跑向房门 但那里居然也出现了一群巨大王偶 小叶拔出自己的武器盘向对方 结果王偶只是晃了一下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剑攻击无效 三人只能暂时躲避起来 而随后便发生了开头那奇怪的营物 这一切都是小可的能力 她可以利用王偶无作出结界 结界内的一切都可以被她所操控 简单到就像是摆弄玩具一般轻松 但她这个能力也有着缺陷 那便是因为小可年龄太小 自身的魔力无法维持结界太久 随后女主背起睡着的小可 将期待回了家 这天小可带着女主与小七五 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向二人展示了自己心爱的玩具 小七五见状便主动陪着小可一起来 小七五不小心弄坏了小可的玩具 向其道歉 对方表示没关系 将玩偶拿到一旁修了起来 这时小七五又在一旁发现了一个玩偶 虽然也是坏掉的 但却是这里最好摊的 小可对这只玩偶也是十分珍重 女主见状表示自己可以修好玩偶 随后小可便将玩偶交给了女主 女主回到家后也是连夜赶 用没一整夜的时间将玩偶修好 第二天一早便将玩偶送还给小可 不过她自己却因熬夜而得了感冒 小可见女主得了感冒便开起变身模式 随后使用能力将女主送进了结界 小可将结界打造成保健室的模样 随后又创造出一位护理老师给女主看病 女主也因此感受到了一段奇妙的治疗旅程 当女主再次洗脉时 神奇地发现自己的感冒已经痊愈了 之后女主便将自己的遭遇告诉给了小奇妙 对方听后也是感到很神奇 随即竟想到了一个鬼点 要是能让自己和女主一同待在结界里 那她就可以为所欲为地 当拥有老好人属性的魔法少女 遇上邪恶势力的傅飞罗 她俩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自从女主成为邪恶阵营的领头人后 有时没事就会欺负一下魔法少女 一次次的失败使得小黄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绿毛这个白给兽气包就成了她宣泄的对象 面对小黄的指责 绿毛也不敢回怼 你不照样也被欺负了 还好意思说我乐在其中 粉毛见此立马站出来劝驾 老好人的行为 让俩人感觉她像一个老妈子 对于这个称呼 粉毛不仅不恼 反而觉得是一种称赞 次日又给她俩做了美味的蘑菇便当 虽然品相十分不雅 但粉毛自己尝了却是十分满意便当的味道 借此她还提出了昨晚连夜想到的站位作战 只不过讲了一半 她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妥 听得另外俩人一脸无奈 然而粉毛的激励行为还没有结束 饭后就带她们去跳热身体操 时刻防备邪恶势力又一次来袭 小黄却在这时闪到了老腰 不等粉毛上前关心 不远处就传来小七五嘲讽的声音 见俩人又要掐起来 粉毛立马从背包掏出两瓶水 递给小七五和女主 希望他们能给个面子 不要再与小黄不掐 正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小七五也不好再嘲讽小黄 而粉毛的老妈子行为还远没有结束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她竟和邪恶阵营的小萝莉玩到了一起 原因是看她一个人太孤单 知道小萝莉对玩偶有着特别的喜爱 粉毛每天放学都会来公园和她玩一次过家家 粉毛玩偶扮演的角色自然是妈妈 俩人玩得不亦乐乎 小萝莉也很喜欢粉毛扮演的妈妈 但粉毛突然的有失离开 让她产生一个新的念头 在粉毛跑远后 她走进玩具屋就变了神 来到不远处买明天做便当用的蘑菇 当一股尿一吸上心头 粉毛就觉察到邪恶的气息 她也顾不上先吁吁 变身后就来到邪恶气息的源头 没想到竟是刚离开不久的公园 变身后的小萝莉也在这时从玩具屋里走出来 二话不说 抬手又用能力晃化出一个更大的玩具屋 粉毛健壮意识到不能进这个玩具屋 刚想退后等另外两个姐妹赶到 结果后面出现一个巨大的玩偶 不等她反应过来 就被玩偶抱进了玩具屋 不如其来的意识模糊 让粉毛失了心神 再次醒来已然成了一个小婴儿 也忘了自己原来的身份 现在的她只想找妈妈 而小萝莉则化身成一个闲凉的妈妈 到其粉毛开始呵护起来 全然忘记原来身份的粉毛 也在这时慢慢沉浸其中 甚至是和小萝莉这个妈妈玩得不亦乐乎 以至于想吁吁都忘了 一个没忍住就尿了 原以为妈妈会生气会发火 不料抬头一看 妈妈竟是一脸一目笑 这样的粉毛更加愧疚 另一边的小黄却在回忆着三人认识前的点滴 那时候的小黄还不是魔法上的 刚转学过来还没有一个朋友 再一次撞击邂逅后 粉毛就盯上了她 一心想和她成为朋友 小黄有些不胜其烦 也有点不理解粉毛的行为 只不过再一次她被邪恶势力调戏 反过来暴躁其一顿时 粉毛和绿毛却化身魔法少女看到了这音 见到如此英姿飒爽的小黄 粉毛俩人正确一个强大的输出队 于是当场决定拉小黄入局 成为人人仰望的魔法少女 小黄一开始是抗拒的 可架不住粉毛的老妈子行为 之后她还在公众场合 有意隐藏自己的暴力因子 但得到的喜爱值 却远不及另外两个姐妹 看到三个小女孩扮演魔法少女 都极不情愿扮演她 小黄怒了 硬起来的拳头 恨不得上前揍她们一顿 好在她们母亲的出现 让小黄得以消了大部分火气 于是未消的她来到一个章鱼烧汤 老板娘有些无奈 只能满足她的需求 可小黄刚吃下一个没有章鱼的章鱼烧 下一秒就觉察到邪恶的气息 远在校园里的绿毛也同时觉察到了 粉毛这边的情况也来到了尾声 由于小萝莉的精神消耗快到底了 所以粉毛慢慢想起原来的魔法少女身份 也想起自己还有两个姐妹 根本不是现在的婴儿身份 恢复原来的少女模样后 她和小萝莉都干大了 尿不失换到一半 粉毛现在就只想知道自己的胖子去哪了 小萝莉也在这时意识到能力即将失效 虽然还没有玩尽兴 但她也知道自己该离开了 可她走前的小表情也被粉毛觉察到 在感知到她没有伤害自己 只是想和自己玩过家家后 粉毛又一次母爱泛滥了 竟主动当起巨婴 希望小萝莉能玩得尽兴 听到这话的小萝莉眼睛都亮了 二话不说变化出一个奶瓶 朱黑的属性也在这一刻枕不无疑 奶瓶往粉毛嘴上一对 就开始不断投喂起来 粉毛为了让她玩得尽兴 也是来者无惧 结果就是又一次尿 彻底被玩坏的粉毛开始了怀疑人生 她明明是魔法少女 与邪恶不共戴天 现在又是个什么情况 不等她想清楚 小萝莉的精神到了极限 幻化的玩具屋也在这一刻彻底消失 一脸慵懒的她转身就溜 丝毫没有要与粉毛告别的意思 粉毛这下急了 她想问小萝莉和自己玩这么久 目的是什么 小萝莉只是给了她一个邪笑 然后就传送走了 就在粉毛一脸蒙圈时 另外两个姐妹打到 看到粉毛这个造型 她俩都是一愣 绿毛似是想到了什么 脸都红了 粉毛也在这时意识到自己当前的情况 二话不说便冲进玩具屋整理穿着 出来后小黄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也没有多说 只感觉一阵舒爽很轻松 似是想起了什么 就在另外两个姐妹一脸猛圈时 她掏出一张宣传单 表示明天要给他们做章鱼模糊便当 小黄直接好家伙 明知我不喜欢吃章鱼你还做 猪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是和偶像魔法少女玩了一场摇木马 偶像就沦为了自己的舔狗 自从邪恶组织有齐舞和爱丽丝的加入后 与魔法少女们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可三位魔法少女里却有一个奇葩 每逢战斗时就会主动摆点 这让队友硫磺实在看不下去 赶紧将其救下 结束战斗后 二人询问碧兰最近是不是出问题了 碧兰直言没事 并对自己不反抗的行为抱歉 其实碧兰也清楚 在上次被女主玩坏后 内心沉睡的野兽就已经被唤醒 另一边的齐舞气到爆炸 发誓下一次再见到魔法少女 一定要让他们好看 女主安慰齐舞消消气 并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海报 刚想说邀请齐舞参加一个活动 齐舞却说他们家周末要去旅行 询问女主要不要一起去 女主却觉得不好意思便拒绝了 与此同时 碧兰无比自责 她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一直拖团队的后头 毕竟在以前自己还不是魔法少女的时候 也会挺身而出去救助小女孩 她想找回那份丢失的勇气 可夜深人静她又开始自己自负 这种矛盾的行为让碧兰险些发疯 心想还是出去散散心 让自己浮躁的内心回归平静再说 隔天 碧兰在城市里到处逛 让人们能感到开心的地方她都有去 但她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正当她打算不如回家玩自己的时候 发现同班同学的女主在眼前 恰好有一位女生直接插队 设恐的女主连屁都不敢放 见状小夜上前制止她呢 接着一顿说叫 迫于压力的女生们赶紧往后面去排队了 对此女主很是感激 小夜直言没事 只是同学间的互帮互助罢了 但有些好奇女主在这里排队干嘛 女主解释这是魔法少女展 会有很多关于魔法少女的图片和资料 还有很多限量周边产品 虽然自己的家里已经收集了一大柜子 但没办法 谁叫自己这么喜欢魔法少女呢 听罢小夜的心情好转 在告别女主后 自己又偷偷溜进了魔法少女展 然而小夜看见自己变身后的碧蓝套装 尴尬死了不能多待一秒 不同于女主 像个变态一样趴在展示柜上流口水 人家只是买一点小礼品当纪念 女主却是过来这里批发 另一边尴尬到抠脚的小夜刚想逃离 却发现这有一场 送给魔法少女真爱粉的电影在上映 随后愁眉苦脸硬是把电影看完 女主则是一脸享受 因为小夜觉得那只是虚构的影视作品 和现实完全不同 倒下的魔法少女真就倒下了 哪有像电影里的自我鼓舞后 又重新站起来打倒怪物 尽管这样丧气 小夜还是觉得 作为魔法少女的她不能就此沉沦 要重拾勇气敢于对抗邪恶组织 于是在晚上的时候 小夜变身成魔法少女碧兰 然后独自一人来到公园 这时女主也变身成邪恶组织女干部前来应战 倒不是女主喜欢一对一 只因其武去了旅行 爱丽丝也在睡觉 所以只有她一人承受了所有 接着碧兰朝天丢出一块结界时 将两人锁在了这四方结界里 紧接着碧兰的魔法杖变成冰剑 二话不说就发起了攻击 剑撞女主立即后撤 随后用魔杖抽打一旁的小花 将其变为魔物 可魔物还没开始蹂躏碧兰之奶 就被对方一剑斩断 碧兰以为女主只会少这种小把戏 却不料女主早就偷偷埋伏好了下一步攻击 随着数把剪刀乱窜 碧兰的衣服破败不堪 连续两个技能吃饼 女主看出碧兰是进步了不少 但女主还有大招没放出来呢 在抽打一旁的熊猫玩具后 大熊猫瞬间将碧兰捆绑在了上面 并强制开始摇木马 其过程过于赶人就直接跳蹦 在女主的鞭榻下 碧兰堕落并想着要成为女主的狗 然而女主却发怒给对方一脚踹开 在女主看来 她可不允许自己喜欢的魔法少女坠入黑暗 虽然这次女主取得了胜利 但是一点开心的情绪都没有 她向小黑道歉 自己没能了结魔法少女 小黑说没事 随女主喜欢就好 只是有些不敢相信 那样的说教居然会出自女主之口 在这之后 邪恶组织总部回来了一批实力可怕的人 他们外出解决了不少魔法少女 小黑向他们介绍了最近拐来的 包括女主在内的三名邪恶组织成员 但他们这些老成员明显上看不上女主的 君王团成员现身 哪怕是爱丽丝那近乎无敌的米奇妙妙巫 也没能将其束缚 女主等人被两只巨大肉球疯狂挤压 性命岌岌可危 而在前不久 小黑召集了女主等人 说是要介绍几位重量级人物给他们认识 出发前小黑特意提醒三人要变身后再去 于是两分半后 三人来到邪恶组织的总部 可这里连灯都没有开 人影也雷见着 为了一探究竟三人往黑暗深处走去 突然身后的大门轰然警索 这时候大厅内才传来人声 出现在女主等人面前的是四位大姐姐 而他们是邪恶组织的初期成员 站立三颗星的洛可穆斯卡 站立三颗星的莱贝普尔鲁姆 站立三颗星的修女齐甘特 站立四颗星的君王艾露诺 相比之下 女主这边就逊色多了 站立两颗星的女主 站立零颗星的齐武 站立三颗星的爱丽丝 对于女主等人在这所城市里迟迟不能解决魔法少女 君王团成员明显看不下去 毕竟在这之前 他们可是彻底解决了其他城市的魔法少女 君王想征服世界 拦着他们的魔法少女都应该消失 接着君王让女主等人选择战队 他可以特别允许三人加入他们 将来征服世界后可以得到一部分权利 女主直言没有兴趣 这瞬间把君王尴尬到失去了颜色 这时齐武表示 既然女主没兴趣加入的话 那他也没兴趣 女主也懒得解释 这下君王彻底目了 派出修女教训他们 只见他一跃而下 直接将地板击穿 狱卒一脉 逼格直接拉满 眼见来者不善 女主让爱丽丝用米奇妙妙武把修女抓起来 然而 尽管女主等人在屋内得意了两秒半 修女却毫发无伤 下一秒让身体巨大化把米奇妙妙武称宝 女主和齐武遭受肉弹冲击 被巨物挤压的差点喘不过起来 情急之下 女主让齐武把炸弹全搬出来 在爆炸过后 众人逃离了这里 可女主却因伤势过重倒地不起 看着齐武哭花了脸 因为在刚才爆炸的瞬间 女主用身体给齐武当了挡箭牌 齐武的哭喊也让女主恢复了生机 而这时的女主彻底疯狂 爆发出恐怖的邪恶力量 因为羞愤女主直接连胜三星 来到了战力五颗星 她发誓要让刚才那四个女人 也要沦陷到自己手里 另一边 为了追杀女主等人 洛克主动申请出战 隔天女主住进了医院 齐武趴在床边伤心的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女主表示不用道歉 她现在只想静静 在齐武和爱丽丝走后 女主询问小黑是不是早就料到的君王会造反 小黑有些震惊女主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在出发前 小黑特意提醒了她们变身后再去 也就是说要利用反感制魔法隐瞒现实中的身份 小黑直言女主真聪明 刚想继续夸点啥 女主却突然暴怒 只因她一想起那么多魔法少女被消灭了 她就十分生气 明明魔法少女就是用来崇拜 然后再把她们吊起来调教得好大 真是可恶啊 另一边的齐武还在伤心流泪 突然她想起下次要带什么礼物给女主比较好 于是询问爱丽丝的意见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 洛克突然出现在街道上 瞬间吓跑了路人 齐武看她不爽直接冲了上去 扬言要炸飞对方 见到是战力灵科兴的齐武 洛克不禁嘲讽 毕竟她可是三颗星 齐武那无星星的垃圾能力根本不够看 但齐武可不管这些 谁叫对方是女主的敌人 哪怕自己实力不够也要和对方拼命 面对机箱扫射 洛克不仅不慢掏出话筒 接着一声怒吼 无数音符直奔齐武 其威力比子弹还要猛 眼看齐武即将陷入危机 爱丽丝及时赶来支援 可在洛克看来不就是多了一人吗 她丝毫不慌 表示要在两人临死前 为他们高歌一曲 但洛克还没唱两分半 就被齐武一句真难听 把她整破坊 由于洛克失去理智的胡乱出招 让齐武抓到了机会 接着让爱丽丝抛出无数玩偶 见状洛克一声怒吼 让玩偶撕裂 殊不知里面隐藏有闪光弹 在一阵白光过后 齐武和爱丽丝逃了 两人算是松了一口气 但无功而返的洛克却遭大罪了 君王让她脱光衣服 迎接君王的鞭挞 不管是魔法少女还是邪恶女干嘛 都抵不住被她POA之后 纷纷反水要当她的人 另一边小白也被惊到 万万没想到阿米诺斯成员 竟然出现内讧 小红想要前去支援 但小黄却打算作弊上官 打死一个最好 比起那个他们还得继续磨练 等变强之后 在渔翁得利将内讧的人都祭拜 但现在他们的力量还不够 所以小兰才会专心地进行瀑布修行 小黄建议小兰尽快确认自己的武器 她的是拳头小红的是枪 但小兰一直以来 都是把大气的水分 直接变成剑战斗 一旦她成功找到自己的武器 一定能变得更强 女主此时也终于康复出一人 齐武还准备了给古里七的玩具陪 把人都整懵逼了 人家喜欢的是玩偶不是高达 女主道歉因为受伤 没办法参与之前的战斗 但君王团的那些人 做了不可原谅的事 无论如何他都想尽快干掉对方 关于这个小黑子 正好发现了洛可他们的气息 三人迫不及待变身出发 却不料此时洛可正在开演唱会 舞台前聚集了大量热情的粉丝 这波把齐武都整不会 别人唱歌要前洛可唱歌要命 但凡脑子正常的人 都不可能粉他才对 女主刚说应该不至于这么理本 此时洛可兴奋有这么多粉丝 说明他的歌声的确是天类之音 不出道就是爱斗界的损失 齐武注意到舞台上 还有洛可的同伴莱贝尔 眼看洛可还想继续唱歌 齐武没忍住直接丢手为破坏舞台 前一刻还狂热的粉丝 突然面露惊恐逃走 洛可不能忍 破坏演唱会的罪过 他们必须承担 洛可的能力是音波攻击 因此要找个巨物堵住他的嘴巴 却不料女主身体突然被定住 自身反而成为了洛可的火把子 他提醒大家莱贝尔 可以剥夺身体的控制权 随后一柄剪刀突然刺向齐武的影子 紧接着齐武便让女主快逃 指引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袭击女主 此时女主终于弄清楚了 莱贝尔的能力是操纵影子 莱贝尔大方承认她会操影术 刚才她就是藏进剪刀的影子中 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动到齐武的影子里 洛可突然全力使用音波攻击女主 关键时刻地面窜出一棵参天大树 护三人周全 可也因此出现了一大片影子 让莱贝尔可以自由发挥 一边是洛可的大范围AO 再配合莱贝尔灵活的操影术 属实让他们感觉难以对付 但也并非一点胜算都没有 齐武听从指挥远离同伴身边 火不其然被莱贝尔找到机会 再次强行上身将其控制 很快齐武就被古里七的玩偶包围 莱贝尔以为这是要连同伴一起攻击 却不料玩偶里面装的都是闪光弹 莱贝尔在强光下无所遵行 等回过神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关在了古里七的玩偶屋中 女主威胁洛可若敢轻举妄动 就把莱贝尔猜取 女主见洛可这么听话 便得寸进尺让她卸下所有装备 洛可是真的无语了 她不爽怎么每个人都想看她的身体 但为了莱贝尔的安全 洛可最终还是听话照做 女主还不打算罢休 想让之前离开的粉丝都回来看好康的 既然洛可的梦想是想成为偶像 女主想让她现在就唱一首 女主嘲讽她不过如此 身为一个合格的偶像 只要还在舞台上 不管发生什么都应该一直唱下去才对 只不过是没穿装备 就大呼小叫的也太不像样 女主开始杀人诛心 或者说她只能在假观众面前才能唱 只有洛可一个人还没发现 刚才来听演唱会的粉丝 其实都是被莱贝尔控制的假粉丝 洛可羞愤万分不愿相信 洛可生气大家都把她当笨蛋 一时上头唱就唱谁怕谁 可正当她下定决心准备开场 之前还被对着的两人同时转身看向舞台 虽然羞耻心瞬间爆发 但在偶像梦面前羞耻不值一提 洛可自己都惊了 都不相信这个歌声是从她的嗓子里发出来的 事后女主三人也全都被她的声音打动 洛可见状主动认输 于是两人的变身道具都被没收 她不想再回到君王身边 莱贝尔同样如此 反正回去肯定也会遭到羞辱惩罚 不仅如此洛可还反水打算成为女主的同伴 一定是马侯烧酒里最不正经的反派 看心加入自己组织的两人老吵架 于是上来就给他们地狱级的考验 这天伍提娜突然把乐可和莱贝尔叫出来 好奇他们为什么要成自己的同伴 莱贝尔本来是没有那个意思 他就跟着乐可 而乐可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君王那家伙 更重要的是伍提娜他们人长得好看 说话又好听 能好好听自己唱歌 可以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粉丝俱乐部 也担心他们的力量无法对抗君王 毕竟可丽丝三星但不稳定 伍提娜也才两星 其武更是一颗星都没有 而君王有着最高的四颗星 连修女都有三颗星呢 所以觉得伍提娜肯定需要自己的力量 不过伍提娜并不在乎这些 而是关于他们魔法少女狩猎的事 乐可立马承认自己参与了狩猎 还感觉魔法少女们都太弱了 伍提娜确认之后就把变身道具还给他们 让他们先变身 接着自己的计划开始 乐可和莱贝尔刚变完身就被关进小黑屋了 俗称扣扣空间 里面写着三个大字 这里是没满足伍提娜之前就无法出去的房间 伍提娜还特意强调这间屋子能玩客两人的攻击方式 唯一出去的方法就是满足自己 简单来说就是为狩猎魔法少女这件事赎罪 但赎罪方式不会让大家受伤的 这时乐可和莱贝尔忽然吵了起来 乐可怪罪莱贝尔多管闲事操纵观众 伍提娜劝乐可不必生气 反正现在也能唱出更好听的歌声 于是乐可便觉得莱贝尔已经没用了 莱贝尔听到这话瞬间绷不住了 回想起他们从小就认识 莱贝尔无法融入其他小朋友的群体 直到遇见想要听众听自己唱歌的乐可 这也让莱贝尔第一次感受到和别人玩耍的乐趣 之后两人就一直在一块形影围 莱贝尔就像乐可的影子一样贴在乐可身边 就连乐可为了成为偶像而加入反派组织 自己也是一同加入这个自己没什么兴趣的组织 莱贝尔大喊如果自己不控制观众来看的话 乐可一定会更加的伤心的 知道莱贝尔的用意后 乐可便温柔地安慰起来贝尔 伍提娜眼见时机已到 就先来个开胃菜和好的亲亲 但是伍提娜却不满足 需要他们更深入地和好才行 于是在伍提娜的撮合下 两人都打开心扉 做到了坦诚相待 互相的百合花则再度盛开 而被支开的奇武和可丽丝正在外头拼模型中 这时维娜找到奇武 想跟奇武谈谈她的战斗问题 每回都是奇武让大家陷入危难之中 奇武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 但他现在得先完成伍提娜给自己拼模型的任务 经过一番苦战 奇武终于完成了模型 可回头却看见乐可和莱贝尔倒闭不起 还以为发生什么袭击事件 这边君王得知了乐可和莱贝尔叛变 可君王完全不慌 觉得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 便直接开始出征 而伍提娜和奇武可丽丝一家三口 正在悠闲地喝着下午茶 奇武一直提议出去旅游过夜的那种 但话没说完就发现街道上有大量魔物在 于是几人就准备变身 与此同时 魔法少女三人组正在进行紧张刺激的科学 这边乐可和莱贝尔赶到战场 称这些魔物都是君王创造出来的 而且魔物的目标正是伍提娜他们 奇武觉得这些魔物很弱一下就打掉 可魔物无论怎么打都打不完 此时战地记者维纳来报 解释这些魔物是依靠君王本身的魔力制造的 所以必须得先击败君王 说话间这群魔物忽然都混成一团 把艾诺鲁密达的所有人都给抓住 这时修女突然出现 准备用一拳给他们集体一个致命匿机 然而在这一瞬间 奇武发挥他重火力的作用拯救了大家 但伍提娜赶紧去打败君王 这里就交给自己了 自己偶尔也得展示一下帅气的一面 接下来奇武要一人独自面对修女 剩下的杂兵就交给乐可他们 可莉斯还有点担心奇武 可无论奇武怎么攻击 对巨大化的修女那是不痛不痒的 很快奇武就被修女抓住 修女扔出奇武后便来了个泰山压力 这期间修女还不断地提醒 奇武是零星而自己是三星 战力水平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可奇武对此却不屑一步 等到离队友的距离够远之后 表示自己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 就突然展示出自己脖子下的三星 论比星星多 自己可是不输修女 奇武直接转换形态 变成四只强化的暴时战车 而另一边伍提纳的大战也即将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